必定能够恢复元气 中国发展势头良好 不过在前进的路上 中国也是困难重重 例如中国大学毕业生一年比一年多 今年单单今年只有700多万新的大学毕业生 比新加坡人口还要多 所以我们说要避免跟外劳竞争 世界上没有一个躲避的角落 可是这个庞大的新的毕业生的数目字 也给中国政府带来很大的麻烦 所以中国政府必须想尽办法 为他们制造恰当的就业机会 可以找适当的工作 应用他们的才华 中国领导知道中国必须加强改革开放 才能解决这个大问题 幸好年轻的中国人很有拼搏的精神 他们之中人才积极 加以时他们将改变中国 改变世界 一方面老板 一方面政府解释我们的苦衷 现在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目光说在外劳的问题上 老板喜欢唱三首歌 第一首 往事只能回味 过去好好的 现在怎么变了样了 所以往事只能梦里回味 第二首 我是一只小小鸟 歌词很有意义 恰到好处 我不会唱可是读给你听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男 想要飞啊飞 却飞也飞不高 寻寻觅觅 寻寻觅觅 一个温暖的怀抱 这样的要求 算不算太高 真是可怜 这个是老板唱的歌 不是政府唱的歌 可是老板第三首歌 最难唱 也就是月亮惹的火 目光版的歌词 非常独特 千错万错 都不是我的错 都是月亮惹的火 并且有些人说 那是闪电惹的火 这是老板唱的歌 而政府当然也必须会唱歌 所以我们也有三首 第一首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第二首 我在你左右 第三首 我们的第三首歌 最重要的 明天 你是否 依然爱我 政府将 全力以赴 不过 我们需要 人民的支持 与配合 大家 可以期待 明天会更好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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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就在你左右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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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